接着将布织布的边角修剪圆滑 是这样的效果 接着先剪取一段线 用来缝合蝴蝶结 具体颜色参考图纸 从中抽取两到三股 穿上缝针备用 将布织布较长的一边横向放置 再像这样对折 两侧分别翻回来 折叠成蝴蝶结的形状 用缝针从折痕的中间缝几次定型 开始的入针位置 在蝴蝶结的其中一个面上 将线穿到侧边 预留一小节线头 再来回穿几次 把线拉紧 把线拉紧 这个就是蝴蝶结的效果 不用断线 将蝴蝶结缝在身体的正前面 也就是对应上方连接处往下 在身体的第三到四圈处缝合 开始预留线头的一面 与身体相对 缝合还是挑身体表面的线圈 这里缝合